世界水日是几月几日 世界水日是20世纪末确定的一个世界性的节日 为每年的3月22日 世界淡水资源十分有限 全球淡水总储量为3.5亿亿立方米 但人类生产和生活能利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仅有105万亿立方米 随着农业、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受到严重威胁 1977年世界水市会议在联合国召开 并向全世界发出严重警告 水将是继石油危机后的下一个危机 1993年1月18日 联合国召开第47届大会 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 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的节水意识 并推行节水计划 我国将每年的3月22至28日设立为中国水州 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 珍惜、节约与保护水资源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